今天其实台北市政府呢 可以说是提前召开的记者会 本来是下午要开记者会 就提前到上午召开 台北市长讲万安呢 直接在记者会上宣布 就是北市卫生局24 25号两天前往 保龄茶室现场稽查 而且带回了环境检体 包括了两刀具 然后还有砧板 那厨师的首部的生物机证 都送交了这个台大法医所来检验 台大法医所回报 在相关机证当中 米酵菌酸呈现阳性 所以这起事件上 保龄的责任是跑不掉的 因此能够串起A13保龄 以及患者之间的关联 那这就是呢 台北市政府在3月24号第一时间 在现场所采集到的机证 而且很快的把这个讯息 结果告知了检警 目前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 来还原现场 中央也全力培养毒素 试图从各项产生条件中 来研判来源 那目前还有个问题 因为我5个人还在加护病房 由于医疗费用庞大 而且健保没有办法给付 所以这个部分呢 讲话说钱由台北市府来出 就是请是个社会局 即刻召开会议 全力给予协助 那么另外一方面 台北市卫生局长陈艳元也说 在厨师的首部的样本当中 验出了米酵菌酸 好 这是很直接的证据 由于正在进行司法侦查 所以许多的讯息不方便透露 所有病例的共通点就是吃了果条 所以果条最有可能是具有疑虑 这在判断上是没有疑议的 那么来听到 卫部次长王必胜呢 他也提到 他说中毒原因 应该是已经用完的前一批果条 毒素是在S3保龄店 产生的机会很高 目前疫调也符合这样的结论 已经可以确认这起食物中毒 就是米酵菌酸的中毒事件 食药署持续针对3月26日 采样的食材减体 进行细菌培养 确认有没有 唐昌普博克氏菌的存在 但唐昌普博克氏菌 非常顽强的一种细菌 要培养出细菌 恐怕很困难 好那在今天呢 这是有个突破性的进展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小新 在第一时间也整理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差别在哪里 他说其实他比较意外 是这一次负责检验的中央 并不是中央的卫福部 所检验出来的 因为是台北市政府 3月24号第一时间收到了通报 就到现场机查 采集检体 包括了环境厨师首部的生物机证 才有这一项的证据 那么中央反而是 这个是王碧森自己也讲了 3月26 中央是3月26才协同台北市政府 去机查 这些证据早就没有了 然后民进党 吴思瑶等人还造谣台北市政府 动作慢N拍 到底是谁慢呢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动作可以这么快 讲市府 因为他们卫生局打听到了 丰生台大采购的标准品到货了 于是私下拜托台大医院 在取得标准品之后 快速验出 我请教林涛 也就是说在今天早上 如果真的要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讲完是不是漂亮的一手 那感觉起来呢 可以避免被王碧胜因 我为什么说王碧胜因 因为之前在时序上 关于这个什么时候机查的 王碧胜就前后改口了三次嘛 第一次说3月26号 接着赶快又说3月24号 最后又晚上又说3月26号 所以说在时序上之前 就被王碧胜摆了一道 对 基本上我们看到 现在最新的情态 台大法医所出来讲说 这个等于这个医师 他的手上面有米酵菌酸的 这个检出 而这个检出呢 在砧板跟刀具上 都有是类似于 这个手剪剪的这个样体 这代表什么意思 它代表医生 他一定是摸到了某一个东西 它是中间的戒指嘛 所以接下来调查是 在这个环境里面 哪一项出现这个环节 到底米酵菌酸 它真正来源 还有在离青 可是重点 在这种医学的 证据在离青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胃不布什么嘴脸 你吴思雅是什么嘴脸 你吴思雅还要推跟说 台北市24号慢了 那我问嘛 你为不布到现在为止 做了什么事 现在大家想说 如果是米酵菌酸 那么你总是要验出 直接的证据嘛 因为你在这些 王者的身上 或是已经 食物中毒的身上 你验出米酵菌酸 它只能算是 间接的证据 依照台大法检所的意思 是现在验出了 这才能当直接的证据 那这些验出来 是谁扣押的 蒋万安啊 台北市卫生局 在3月24号扣押的环境检体嘛 你为不布做什么事 你在讲 蒋万安这么慢 结果呢 第一时间吴思雅在讲说 你是26号才这样宣布 如果是26号才通报 请问蒋万安的 是否台北市卫生局 怎么知道3月24下午5点 就到现场把这些 检体都采证了吗 如果你威福部这么厉害 这些检出的 为什么不是你威福部 是台北市卫生局 然后你现在在讲说 你3月26号查扣这些物证 还在向黄币胜的说法 还在做检体 你慢了嘛 你自己慢 你还要怪蒋万安 这看得下去吗 而且今天你民进党的 立法委员林淑芬 自己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保龄查试的 整个的报告 总共几页 六页 扣掉封面几页 五页 这五页只有第一个主词 是改成保龄查试 你的结论竟然跟3月4号的 苏丹宏一模一样 这种代退的内阁 人民会不会生气 当然会生气 更生气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蒋万安市府第一时间正在查扣 正在把这个国泰跟这个原版的保险 让所有已经持无中毒的民众 保全他的权益 卫福部在干嘛 带风向啦 搭配立法院的民进党立委在干嘛 推坑啦 这就是你食安主管机关的态度吗 在你食安的报告里面 不止你只有六页 你这个报告跟3月4号的苏丹宏高度相同 而且关键的两个重点 中央规定的食品的保险法 因为各县市都发生了稽查不明的状况 我有保可是后续你没缴钱 你后续保险不实 你有没有一个中央纳管 或是调整的法规的调整 没有 然后现在在讲说米孝俊酸 要不要纳入常规的食安检测 不知道 说真的我在桃园是因为 上礼拜就已经提了啦 人家卫生局就说 立即与长庚的读物所来研究 是不是把米孝俊酸 纳入这个常规的食安检测 这才是民众想要看到的方向嘛 然后你的卫副部部长 你在干嘛 你还说林俗芬是吹毛求疵 难道这些民意代表不吹毛求疵 你会好好的把食安当做一回事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大一检所 这公布出来的一个结果 真的是还给蒋万一的公道 至少是在这个阶段 进一步的还没有真相卫民之前 先还他一部分的公道 而且这个标准品还是什么 还是蒋万一市府 听说台大医院已经买到的是标准品 如果张鸡当时候没有标准品 你还要等两个礼拜 为什么台大医院又比你卫副部还快 然后你有没有要把未来 米孝俊酸的标准品纳入整个 整个六都的实验室 跟你这个食药署实验室的一个标准常态的备品 通通不知道 这个食药署 这个卫副部 真的520赶快换人 要我先修正一下 刚刚是说这个米孝俊酸的毒素 是由厨师手部验出 没有错 而法医说砧板两刀具都没有验出 那刚刚宁涛其实也点出了这个部分 也就是巧新今天讲的 就是台北市政府3月24号 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就到现场机查 采集检艇包含环境 除尸的手部生物机证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项证据 今天早上开记者会说明 可是卫副部呢 是24到25号只有关注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他说到现在王毕胜等人只能 对此案用推测的 案情是毫无进展 那么同时刚刚提到的标准品的部分 台大院有张机有 那还好是他们都有了 因为卫福部都没有 那么卫福部呢提出的这个 提供的报告 苏丹宏另外和这个 这一次的保龄案的部分 他们民党的自己人 林淑芬委员呢就直接说 这个结尾内容竟然完全相同 这不是在呼隆立院吗 难怪人家说要讲藐视国会 卫福部长宣认说没有藐视啦 我们会建立事件补充管理的机制 但他还是忍不住说这个是 委员在吹毛求疵 博吉 现在整个卫福部的态度就是这样啊 很混还不准人家说 其实我想以这个事情来讲 就是我们还是得要 赶快希望能够真相大白 现在还是有三大谜团嘛 第一个就是到底它是怎么跑出来的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米肖尔菌酸这个毒物 那第二个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3月20号没有人中毒 第三个就是食材砧板刀具都没有验出来 那到底是真的没有那个毒 还是有人刻意处理 就是里面都还有一些这个 还没有办法厘清是真相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看剪警调 都好好的去查 那当然卫生部门 包括像这个地方的卫生部门中央卫生部门都要去做啦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非常的离奇 我只能说今年可能如果要选这个 这个所谓的代表制 至少到才到3月就已经我觉得悬 应该是今年的代表制 很悬啊 那个瘦肉精验出希布特罗 不知道为什么 也查不出来啊 也查不出原因啊 最后就是一个可能怎么样 那这个一样啊 现在还是不知道这个米肖尔菌酸到底是什么东西 导致它生成的 还是不知道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后续还是希望能够把真相厘清 因为真相厘清最重要我们要什么 就是避免未来再发生啦 如果今天为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SOB上面 有任何需要不管中央不管地方 有办法能够改进的部分 我觉得都要好好的来去检讨 那当然 我倒是想要讲一下 这个许巧琴昨天确实是 我觉得打歪了啦 就是那个那个讲什么 王毕生去什么爵士乐 那个 那个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但是因为你要知道王毕胜本来就是以时间管理大师闻名 就是他当初 你还记得吗 他2021年他10月份 什么什么9天 一共有9天9度去跟这个他的小三 去这个约会啊 或者是什么逛公园啊 甚至还有那个下午2点要这个疫情记者会 他前一个多小时他就这个去买个蛋糕 然后送过去 然后呢再回去开记者会 他这他很常很常做的事嘛 那他这么会管理时间 然后呢 不但没有被惩处 有小三有外遇生死 然后呢最后还是升官啊 对不对 所以这完全不会伤得了他 伤得到他啊 何必去管他这个什么 除非 甚至我觉得你看这样 但是王定宇的操作也过头了 说什么还要邀请王那个王毕胜去开演奏会 我想这个就是过头了啦 先把本职做好 那我刚刚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你知道蔡政府任内 这个食物中毒的案件 就从2016年6月开始统计到去年底 还不算今年的 今年还有六个月 我应该说五个月 是算在蔡英文头上 已经到的 就食物中毒的总件数 已经到3793件 已经超越马英98年 可是蔡英文说十安五环 他一上任就喊十安五环 理论上花了更多的预算 花了更多的资源 应该要有更多的能力去处理 让食物中毒的数量应该要减少 可是没有 那马政府八年 是足足的八年 这个总共是3738件 所以蔡英文任期还没完 已经超越马政府任内的这个 这个这个见数 那死亡的人数 蔡英文任内是三人 因为食物中毒死亡 马英九任内是两人 这是到去年底为止 今年的还没加进来 这个案子都还没算进来 这个案子都还没算进来 目前这个案子恐怕 可能不幸的这个人数 还会增加 我们希望不要 但是可能都还是会增加 所以我是觉得 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要看出 到底我们现有的资源 或说现有的通报机制 有没有什么不足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它是第一个案例是22号用餐 然后24号过市 可是呢24号过市 它通报就是医院通报给新北 通报给台北 然后通报给中央 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的现在的食物中毒 要两例重症以上 才可以叫做重大食安事件 那可是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引起的 那是不是未来有可能 比如说你只要认定 它应该是所谓的食物中毒的时候 只要今天有一例死亡 是不是先启动类似像疫调的机制 就是说他比如说有没有同行的 有人跟他去 或者他的家人 他去哪边吃饭 然后把他进几天 比如说他不舒服的那几天 的这个他的足迹公布一下 他大概到哪些餐厅去 那是如果有到这几个餐厅去的 是不是可以去这个回报 那我们可以快一天 让很多的观众或民众 可以知道说 因为我们这周是等到新闻出来了 很多分布在其他医院的才发现说 原来他也去过这家店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 未来可以更精进的部分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希望 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而今天从那个厨师的手上检验出 就是他其实3月24号才检 但是你要知道 3月19号就已经有人中毒 所以可见这个毒物 它会再残留在这个手上非常久 那你真的要 而且难以破坏 其实我很疑惑就是 这个厨师怎么没吃 他没有吓到吃手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毒物吃进他的体内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包括这个厨师他的 比如说在喷条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戴手套 或什么等等的 这些所谓的技术性的层面 是不是都应该要进一步再去查明 那还有就是如果砧板刀具没有 为什么会再出现在手上 到底是什么东西 摸什么东西 对他到底摸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都还有很多的真相要去厘清 那我们就是希望 现在这些所谓的住院的朋友 能够赶快出院然后平安 那后续就是把真相厘清 该罚该惩罚的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 该赔偿的部分 政府部门要协助受害者去求偿 我想这个就是 目前以这个案子来讲 就是希望不要再扩大 然后能够未来不要再发生 好了对 其实希望政府能够处理好了 那刚刚波基呢 就输出数字让我们看嘛 就是蔡英文执政到现在 只算到去年年底 他的这个关于食物中毒的案例 已经超过了马英九时代 可是此时此刻蔡英文在干嘛呢 前几天他去了大港开场 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就是刚刚波基说 徐晓星打歪了啦 去打时间管理大师王碧胜呢 他在3月29号这一天 他去听绝世乐 可是呢他们在第一线的基层人员呢 都在问社食安风暴 在辛苦的加班 好那尤其在郑克爽今天呢 就做出了梗图说 民进党高官们 一个疫情喝红酒 陈时中一个食安爆发 完绝世 但是你看到了血汗医护 上街抗疫第一职场过劳又低薪 部分医护比达到了1比20 超越日韩美澳排名世界第一 那么同时当然我们也经过这起事件发现说 双北也爆发了第一线的食安稽查人员的出走潮 当然我请教这个奇凯哥 其实你说去大港开唱 你说去听绝世乐甚至喝红酒 其实没有犯法啊 你要说什么罪大恶极嘛也不是 可是你就是觉得观感极差 我先这样讲好了 今天保林这个案子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厨师的那个手如果验出来这个 这个米啸俊酸 那表示应该就是在厨房里面 那现在台北市的警察局也开始用那个 监视器在去看现场这个还原嘛 我认为是应该更进一步很快会有答案 那刚刚你讲说为什么民进党这些人 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反感 你相对之下你看 蒋万安卯足了实力 表示所有的力量在追一个源头把他追出来 对不对 第二个你看受害的这个家属 他该是医疗方面的补助 关于是人的这个照顾 他前心前心在做啊 可是你相对看到的是什么 你说蔡英文去做了什么 大港开港 然后那个王碧胜你说什么 他去唱歌 这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他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心思 放在这上面 放在这上面这是一个对比 强烈的一个对比 那因为我在立法院嘛 刚讲民进党的立法院都看不下去了 你为什么会把苏丹峰 那个东西后面改一改就送过去 然后讲这是藐视国会啊 这两天不是在吵吗 包括吴宗宪为什么会很生气 就是什么 民进党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副秘书长 我跟他解释一下 那个案子如果吴宗宪提的那个案子 以后在国会改革里面是过的 像你刚讲的这种状况 把苏丹峰的东西当成 这次保林事件拿去的改一下 这就藐视国会 这个以后是要罚钱的 那天吴宗宪为什么这么生气 因为这是包括民众党 他们都提了很多国会改革的这个案子 然后国民党也提了好几个 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立法院在质询 那个行政官员的时候 第一个他有时候不给你回答问题 他有时候还可以反质询 或者有时候他还回来酸你一下 所以这个有所谓的 这个藐视国会这个罪嘛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民众党算是比较客气一点点的 我们就说主席可以暂停 然后要求他把事情讲清楚 不要再插题 那吴宗宪跟国民党他是很清楚的 就说他应该是要罚款啊 那合情合理啊 就是说他已经藐视国会了 然后他一步回答问题 而且罚的也不重啊 罚款罚多少钱 一万以上三十万以下而已啊 可是那天为什么吴宗宪那么生气 行政院的负民党 他明明在讲这个质询的问题 他拿的是调阅权的问题 调查权的问题 调查权的问题 当初为什么这个 就是发生319这个枪击案件之后 立法院不是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吗 那时候贵民应该都还在立法院 所以那时候调阅小组 所以他那时候就后来 是民进党要求刑事先的 所以585号出来 585号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是可以罚钱的 可是你立法院要负责去立法 可是他从头到尾没有讲到 违宪这两个字 可是你看民进党的关联 就可以扣一个字直接讲说 你国民党提这个案子是违宪 所以怪不得吴宗宪就跳起来了嘛 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把真相讲清楚 大家支持 包括民众党跟国民党 这是要做的国会改革 以后立法院才可以 好好去监督行政官员 特别是民进党 民进党到现在很怪 他现在以为还停留在以前 他们一党独大 总统是他的 然后立法院也是他的 什么过半那种感觉 他在那边想到现在 赖清德是个40%的少数总统 然后在立法院他是 三党不过半的 他们现在在立法院都还是非常强硬 从行政官员到立法院都是 看起来都是那种战斗性的 那种非常斗机那种性格 而且他们行政官员一个比一个强硬 对啊都是强硬啊 那这个赶快要通过国会的改革 就是藐视国会这个事情就要赶快过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众要强力的支持 包括国民党跟民众党 这个整个国会的改革 那今天也跟大家预告 从下礼拜开始 这种案子就一个一个上去了 在司法委员会 在很多相关的委员会就会上来了 请大家都支持我们在野党这个接合 男跟白加在一起 国会改革一定是会过的 好那这个选民很期待 选民也都在盯着看 那请教桂民委员保龄案发展至今 反正蒋万这个蒋事府已经查出来了 这个厨师的首部 沾有这个米啸俊酸 可是因为王碧胜 王碧胜这几天一定也有他的角色 只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一开始就先叮讲万安说 没有哦 我们是三月 中央三月二十六号才收到北市通报 可是明明人家是三月二十四号 就已经通报了 可是后来这个王碧胜 接着同一天几个小时之后才改口 没有说二十四号 可是到了当天的晚上 他又改回来说是三月二十六号 反正你就觉得说 他就是在找机会 比如说能叮就叮 那自己翻车了就摸鼻子自己再改来改去 对那这一 这一次呢被蒋万安 反正现在呢有一个重大性的突破出来了 那刚好王碧胜被徐晓鑫抓包说 哎三月二十九号那一天 刚好是在十澳安风暴最严重的时候 你跑去听爵士乐 那当然徐晓鑫 爆出来这个部分呢 其实民进党也很有意见 比如说像吴沛委员就说 国民党该当市主的时候装公轻 不关你的事又住海边捞国界 吴思雅委员说立委有这么大可以管官员下班私人行程 逾越监督界限 这是侵犯个人隐私 我觉得民进党是双标党 这个其实大家都 人尽皆知 对对你想想看当时薛香川 他不是只是父亲节跟岳父 他后来跟我讲说 他不是跟他岳父约好吃饭 不是他就是刚好在那个他的地点 刚好他岳父也在 所以他进去打个招呼 他说所有的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不可以就要马上下台 然后现在讲的内容呢 跟当时的指责是完全不一样 我回到我先讲比较重要 我觉得要讲这一题 再讲一个小时代都讲不完 因为这个中毒的事件 像包括什么证据污染 什么什么一缸子的东西 都很有问题 但我要先讲到一个重点 蓝白盒今天能够帮老百姓 做出来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我是绝对支持的 那像我们在讲说 现在在立法院的不能 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目的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只要蓝白盒 那我觉得你要去等 那个修法呀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以同时进行 可以什么样同时进行 我们都知道 真的你要能够影响政府 就是预算嘛 就是预算 刚刚在讲到民主基金会的 这个部分不是也有提到 就是说好了 最坏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民党很会 民党的法律人才很多 所以他很会用游戏规则来框你 那我觉得这个在野党呢 要去破制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你必须要突破 你不能在他的框架里面 所以你很容易做的 那个齊凯以后很容易做的什么 预算嘛 你预算 比如说民主基金会 真的不能够妥协 他现在不是讲说 法律规定是要在4月10号 什么东西啊 那没关系啊 你就砍嘛 你就砍预算 如果是不能够解决的时候 你就砍 或者是你跟他协商的时候 你就可以讲说 那如果是连这个基本的尊重 都不存在 那很抱歉 就一个来 那我要跟 那我们回去就问一下韩国瑜 韩国瑜同意的话 我们就砍了 我再跟那个齊凯报告一下 你知道行政部门离谱到 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在审 我忘了是哪一年 好像110年还是111年 预算的时候呢 行政单位 他可以去抄去年的预算 就是前一年的预算 然后把他整个搬到 这个假设是111好了 搬到110年的 把他搬到110年 你面临年份都不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怎么样 他在搬完之后 他连去念一遍 他都懒得念一遍 才会有原封不动搬的 你好歹也念一次 然后你也把年份改掉 没有 然后另外的呢 我们那时候在编 这个疫情房预算的时候 你知道多离谱 经济部的这个 要了这个几百亿的 那个只有几张纸 两张纸还三张纸 我们那时候助理才来讲说 洛阳纸贵搞了半天 台北纸更贵啊 你知道 所以呢 你一张纸平均大概就 一张纸平均就是100亿 你知道所以 你真的现在蓝白和 要能够反制一个 潮小的这个状态呢 预算 我跟你讲预算最容易 像这次的电价动涨的 那个我也认为 其实做错了 为什么 你只要在 因为台电的预算 出了经济委员会了 还没有到院会里面去 你只要是在 预算里面的主决议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你其他的什么动议啊 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做个样子 那个只是展现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的态度而已 但它在法律上面来讲 没有拘束力 但我会认为这个在野的联合的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最喜欢做的就是 框你在那个法律架构里面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呢 一定是在他的法律架构之外 跳脱去做 你现在能够过半 你通通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事情是 只要是民意所趋的 我会认为蓝白结合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管党五十二席 五党级两席 我们又八席 对 只要你的方式 对 而且你要做的 不是只有展现态度而已 你要做的是 我就是有执行力 那包括那个 我们讲说调阅权啊 这些东西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都可为 它只有讲 585号只有讲什么 585号只有讲说 你不能够预阅别的权限 也就是说你五权分立 各自有各自的分纪 你不能够下指导棋说 你法务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是 可是你立法院可不可以 在你必要的范围之中 他的文讲得很清楚 他的文讲的是说 你不可以去设限 只是说你自己要有个分寸 说五权之间彼此独立 你不能够跨越到别人的 好 回到我们再讲这个 这个中毒的事件 我跟大家报告 刚才那个杨明 为什么会统计在 马英九的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在第八届的时候 其实修过食安法 对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去看 那个食安法的规定里面 第15条的部分 当时我们把违反 就是说你有参甲 或者是有这个毒物 或者是过期的这些东西 他的处罚的规定 他已经提到这个两亿 几万到 我忘了是几万到两亿 到两亿 我们那时候已经把它 弄到最重的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刚才提到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中央的时候 你中央到底做了什么 没有嘛 你连检验的sample 你怎么会都没有 理论上来讲 宪法里面白纸黑字讲的 人民的健康权 你这个卫生安全事项 你中央要负责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讲说 那个是彰化 那个卫生局 还是什么时候 中央政府票出来讲说 这个是我中央的事情 你县市政府不可以管 很好啊 那你现在的这些东西 你平常没有SOP 好 事情到现在的 一个情况之下 你中央又做了 什么样的一个SOP 一个规范是讲说 我们要避免 类似的情形发生 结果没有啊 你还是没有做 所以这两天我们看到的 不是陆陆续续 又有一两家的 这个情况发生出来吗 现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来看的时候 老百姓想要知道说 我今天尤其我们的 外食足这么多 老百姓最想要知道 是我今天到外面外食 安不安全 我安不安全 所以你应该中央政府 哪里是讲说 你把这个事情呢 用甩锅的 民营党很爱甩锅啦 那至于民营党的 刚刚先会提到的 就是说他一天三变 什么时候通报 其实基本上来讲 那个都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呢 真的来讲 民营党讲的内容 没有一次真的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讲说什么 为什么要涨电价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原料 天然气价格飙涨 不是啊 在它的经济部的 能源局的官网上面 秀出来 它的成本是降了36%的 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相信 行政单位他讲的话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是说对于我们这些的外食族 它的安全 像前两天我看到亮哥 不是讲说 他在冰箱里面给他流浪 那个 郭条 他都不敢吃 所以你可以考虑到 现在对老百姓来讲 不仅仅是这个个案而已 现在老百姓要知道是说 你负责卫生安全的 这个主管机关 你卫福部 你做了什么事情 没有嘛 从现在3月21号 到现在多久的期间 这个情形在行政单位来讲 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怠惰 就是怠惰 然后这跟观众没有报告 我当时还在任的时候 第10届的时候 我会拜托齐凯 其实继续提 我那时候提了一个规定 对于行政官员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尽到 他的忠实义务 因为他对民间企业 他是这样要求的 你没有尽到忠实义务的话 你要负这个耍害赔偿的责任 负连带责任 他不过 他连让你排案 他都不让你排案 所以现在在讲什么 吹哨者什么东西 我们第10届都提了 但是民进党就是不让他排案 所以你现在既然我们八个委员会 在野通通都有招委 我非常恳切的拜托 招委排案权 就把这个案子直接排上去 然后要处理行政单位 别的什么藐视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可以做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 预算 从预算下手最快 前周马英九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昨天他4月1号抵达的时候 他晚上见了大陆国胎办主任宋涛 那么宋涛就说 首先转达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 两岸同胞一家人 加个万事兴 应该携手打拼 马英九说两岸和平 不只造福两岸 对全世界也有巨大的意义 九二共事让两岸不打仗 那么包括他也一连赶行程 参观了好多个地方 包括今天上午他特别去参观了 比亚迪 他特别也问了很关心 比亚迪能够领先全球电动车几年呢 送他回说要有自信心永远追不上 另外还有参观了无人机大疆的大厂 那当然负责接待的 全程陪同的这位是 大疆公司的总裁罗振华 他是台湾人 那么在2015年9月加入 大疆成为运营的副总裁 2017年升为总裁 那当然马英九呢 也提了一些问题 那同时他也去参观腾讯 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全程陪同 不过看到这边 我们看到民党的像是陈冠婷 就直接抨击说 当前两岸敏感情势之下 蛮久到中国大陆 而且参观大疆腾讯比亚迪等 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科技企业 不仅对台湾的国家利益 产生了负面影响 还向外界传递错误讯息 好那其实有的反应 我是一点都不意外了 可是问题是尴尬了 包括历史哥李毅修 就直接联想到 我们上次也有讨论到 赖清德不是前不久 参观了无人机国家队吗 结果土耳其制的demo机 就出现了中国制造的字样 历史哥说 这已经成为民进党最大痛脚 马英九参访大疆总部 就像是在绿营商口撒盐 所以现在越交流 民进党越焦虑 过去几年抗中保台牌折损了 所以恨气马英九 请教林涛 我觉得这一次 不管是他们的明代 或是媒体或是侧意 确实还是一如往常的那种批法抹红 可是我反而觉得 在官方的部分 比较克制 对 先讲这个明代笑死了 什么叫笑死 什么叫传递错误讯息 难道这个赖清德准总统 去参访Made in Taiwan的无人机 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的原件 不叫笑死吗 那才叫传递错误的讯息 我们自己台湾要制造自己无人机 对 理应是非常的荣誉的事情 理应是要强调台湾的制造力 竟然有Made in China的原件 什么东西 那这不是传递错误的讯息吗 更夸张的是什么 这两天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金房部在二胆岛 你士兵针对无人机清洗 你有什么样的防御的能力吗 你说这个逆光 晚上呢 那如果晚上无人机来呢 连他都看不到 你难道没有雷达吗 无人机的雷达吗 去年这个经济部还从四家 里面选了两家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到现在有作用吗 一点作用都没有嘛 浪费钱嘛 那如果今天说真的 还讲逆光 我们看那个视频的照片 他直接看到无人机 逆光个手头啦 对不对 那根本是胡扯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是双标 但就像千惠姐讲的 为什么这一次官方很安静 从赖到菜都安静 都是这些民进党 奇奇怪怪民意代表 在质疑一些很奇怪的角度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现在520要上任的赖总统 也知道嘛 会错嘛 两岸如果继续兵凶占围下去 再加上美国年底要选举 请问你有办法去控制整个情势 让整个情势稳健吗 说真的耶 520你要就职 接下来美国在年底就已经要进行总统大选了 如果两岸兵兵上尾 请问这中间 他的对话的管道 减低误判的过程中 要谁来担任这个角色嘛 你自己讲 你一鬼 陆委会根本没有功能嘛 你觉得梁文杰有什么功能吗 那海基会海协会 好你要讲说惊吓 惊吓的谈判 你也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啊 一鬼二鬼都失效的过程中 难道不需要有一个人 他的分量足够 他带着中华民国的立场 然后进行两岸 区域安全稳定的和平对话吗 请问你这有什么好质疑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整个民进党 为什么官方这样 经不起检验 所以你看到罗森伯格现在来 他担心什么 他担心赖清的520的讲稿 出去了那个框架嘛 所以国民党很简单 为什么 夏立岩副主席过去照顾 台生包台商 然后我们的马前总统 希望两岸减低误判 可以继续对话 这个礼拜开始 夏立岩副主席再度率团访美 美中台的架构都稳固起来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做的 可是我们看到民进党 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国民党来做 你要在那边此此点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看从台湾民主基因会这件事来讲 卢彦忠教授拜托好不好 台湾的外交系 政大也有排名个前几吧 我们不要讲第二个第二 第二第一嘛 那他又是政大的国际 这个国务院的副院长 就是国家国际的事务学院的副院长 这么好的教授 然后你今天要来处理一个民主基因会对外交流 你都可以卡 那难道是你民进党要有政党 政党背景的人担任监察委员 这才叫真的符合民众的期待吗 所以讲回来 这一次的马总统 我们希望他过去 像去年他访问的过程中 把中华民国的宪法讲得很清楚 他直接讲了 所以为什么这次中共官方说你只能带一半的媒体 因为担心马前总统又讲出大白话 直接把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讲清楚 这是很好的 第二个两岸和平对话 这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区域的稳健发展 符合美中台三方的利益 这才是台湾人期望看到的方向 那主要是因为呢 是不是都希望美中都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降温 然后包括了像这次马英九 4月1号这天去中国大陆访问 非常罕见 共机零驾次扰台 我还是请教齐凯哥 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 就算他是前元首 但说穿了他现在也就是民间人士 千万刚讲那个好消息 很多人在讲说 昨天为什么飞机没有办法 本来以为是4月要一人节 对不对 后来大家都有共识了 因为马英九到了大陆去了 这是一个 那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 因为第一个马英九还是有他一定的代表性 他是我们国家的前援手 而且很重要大家不要忘记了 他们之前两个人曾经碰过面 对不对 那你也看得出来 就是马英九现在虽然已经卸任了 可是你看他这次带去的是很多年轻人 然后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对于两岸和平 他一直有很大的一个着力 我如果我要挑一个人 现在台湾里面最有代表性的 确实就是马英九 那事实上我回过头去看 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见马英九 当然跟520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你刚刚讲罗森博克莱 重点就是 也是520 520就是赖清德的就职眼说 那一样在520之前 老讲是现在两岸最敏感 老讲也算是最危险的时候 520之前他本来在想说 那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要上任 那大陆那边完全没有动作吗 特别是之前 目前两岸看起来是紧张的 那所以我看到说 马英九可以到大陆去 那习近平也可以跟他看 老讲我是松了一口气 我其实就是表示 就说习近平释放了一个和平的信息出来 所以我认为他在见了马英九的时候 他应该有会讲一些比较和善 比如说包括可能两岸交流 然后大家也可以觉得 两岸可以往比较和缓的方式去走 应该会是有好消息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要讲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确实是有克制 我比较感动之前包括李文中 退伍会的副主委 他直接就喊说以后 他也是新潮流以前的思考的 思想不是大事 对不对 他这样不要再打抗中保台了 那还有很多民进党比较重要人士 这时候都是讲出来 就是说两岸现在慢慢要和缓 包括他们甚至认为说马英九去 你不止不要骂他 期待说他这次去的时候 有些多一些对话 多一些沟通 然后让这个整个520可以很平顺的 平顺的过渡 以后对于整个台湾 对于两岸 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我是蛮乐观在看这件事情 所以七凯哥 你觉得如果这次马英九 拿到什么两岸红利的话 赖清德他大可就是接收 他大可可以收割 他虽然没有要习近平来吃 这个黑人饭 什么这支奶茶没有吃到 可是因为马英九走了这一趟 事实上两岸以后可以交流 很多对话应该是可以重新再开始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每次克菲尔益生菌 未宝霹 有幸福 有幸福 血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